阿纳斯塔夏 作者 弗拉迪米尔·尼格列 翻译 王文宇 李玉泰 第十三章 在你的心性下入眠 前面说过 阿纳斯塔夏只要一讲到植物 跟植物交流的人 就会热情洋溢 我以为像他这样住在大自然里 只对大自然有研究 没想到他也对星体有所认识 他似乎感觉得到宇宙天体 由你们自己来判断 关于睡在星空下的事 他是这样说的 植物接收到一个特定的人的信息后 便开始跟宇宙交换讯息 不过植物只是中间的媒介 它们的任务有限 只涉及肉体跟部分心灵层面的影响 它们从来不会触及人脑 与人的生命计划这类复杂的程序 人脑处理讯息的方式 天生就很复杂 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种动植物 有这种复杂的系统 然而 它们建立的讯息交换 能促使人发挥人独有的一项能力 使用宇宙智能 或者说得准确些 跟宇宙智能通讯 简单几个步骤就能进行 并且感受到它的效益 阿纳斯塔夏详细说明如下 选一个天气状况允许的夜晚 露宿在星空下 把你的床位铺设在悬钩子 或簇粒丛 或鼓类作物的旁边 只有你一个人 躺下来面对天空的同时 先不要闭上眼睛 让意念随着眼神 在星星间游移 不要费心 太用力去想着它们 让你的意识保持轻盈 自由 然后试着想想 那几颗最明显的星星 再来 想想珍藏在你心中的美好事物 即与你最亲近 只想给予它们 满满的祝福的人 这时千万不要想着 报复 诅咒谁 因为这可能会在你身上 招致不好的结果 这个简单的做法 会活化你脑中许多沉睡的细胞 其中绝大多数 甚至在人的一生中 都不曾有机会醒来 宇宙的力量将与你同在 协助你实现 最璀璨不可思议的梦想 你的内心将获得平静 并跟亲近的人 维持良好关系 同时增加或者获得 它们对你的爱 多做几次很有用 它的作用 在你长期接触植物的地方 还有在你一早起来的时候 都感觉得到 每年生日前夕 做这件事尤其重要 现在解释它怎么产生作用 会解释很久 而且也不是重点 有些你不会相信 有些你不会理解 跟亲身尝试过 体会到它的效益的人解释 比较快也容易得多 因为讯息一旦经过接收和证实 就会增强这个人的领悟力 使它容易接收到更多讯息 第十四章 星星之女 在阿纳斯塔夏那里的其中一晚 我正好有机会观察 它跟星星通讯 当晚稍早以前 它对我说 弗拉迪米尔 今夜对我有特殊意义 我不能睡在你旁边 但是别担心 我会叫母狼守在洞口保护你 你安心入睡吧 但我一点也不想独自睡在洞里 出入口无法关闭 任何野兽都能闯进来 袭击一个正在睡觉的人 虽然这些野兽会保护阿纳斯塔夏 但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 他们未必会喜欢我 也许他们是不会对我做出什么事 但我自己总会提心吊胆的无法好好入睡 我问他 阿纳斯塔夏 你今晚要去哪里 湖水里面 弗拉迪米尔 你要去游泳 你一定的今晚特地跑去游泳吗 是的 弗拉迪米尔 这一个夜晚一年只有这么一次 我不能错过 我没有想再继续追问他 为何今晚一定的泡在湖里 反倒是比较担心自己的安危 我可以跟你过去 你游泳 我在岸边坐着 我提议 好吧 弗拉迪米尔 穿暖一点 我们带一些干草过去 这样你想睡就可以直接睡在上面 我们这样坐了 入夜以后 我躺在干草堆上观察接下来的情景 这是个温暖万籁聚集的夜晚 没有树梢摩擦的声音 也没有草丛里的虫鸣 森林里夜行动物移动的沙沙的声音 点点繁星在万里无云的空中异常闪耀 阿纳斯塔夏站在湖畔 静静地看着如镜子般映射出 大大小小星光的湖面 接着他退下连衣裙 赤裸地走进湖里 他跪在水中一阵子 又坐下来用手掌轻轻浮着水面 然后突然潜入布满星光的水中 他小心翼翼不掀起太多连衣 浮上来后慢慢地绕着圈子滑水 他滑行的圆圈渐渐缩小 直到他抵达湖水的正中心 他翻过来仰躺在湖水的中心 双手打开面向天空 天空里的星星反映在湖面上 它的上下左右都环绕着星体 使他看来就像躺在太空中心 成为星群中的一部分 湖水轻柔的波光 荡漾着各种细微的色彩 整座星壶和空间充满魔力 我什么也没想便睡着了 清晨醒来 以不见狐狸猩猩的倒影 身着连身裙的安娜斯塔下坐在我旁边 双手环抱着膝盖 头靠在上面 没有动静 虽然还很早 但我已经睡不着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他要进行这种奇怪的夜间程序 不知为何 我这就挪过去碰碰他的手 说 安娜斯塔下 我有话要对你说 希望你别介意 你说吧弗拉丁米尔 没关系 这一夜的湖水真的十分美丽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美景 一切如此美好 湖好像在宇宙中心 而不是在太加林 只不过你真的不应该在水里待这么久 安娜斯塔下 你现在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觉得你不该进行昨晚的程序 水温已经不适合游泳了 你可能会感冒 或遭遇其他不测 你现在有了孩子 应该好好照顾身体 况且 我看不出来这个程序或仪式有何意义 我那样做是有意义的 弗拉丁米尔 什么 我出事时 妈妈用这座湖里的水洗了我 水非常非常重要 它存在全宇宙的所有生命形式里面 宇宙创生的讯息 全都保存在生命之水中 包括人曾经产生过的思想与感受 水也能感应 反映人的情绪 也许是这样 阿纳斯塔下 我不知道 但为何晚上在湖里游泳 你想做什么 弗拉丁米尔 我想知道 人类从一开始出现到今天 曾过着何种生活 哪一刻 哪一个时代的人们最快乐 最幸福 又是什么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 然后 我要告诉今天的人们 让大家变得幸福 让孩子们变得幸福 真的有可能知道好几世纪前的人的事吗 可以的 弗拉丁米尔 小孩一出生 长大后不止貌似父母的外表 也会跟第一个人类相像 拥有相同的血液 而他的记忆里 深藏着从创世至今的一切讯息 只是他不去想这些 但只要他试着去回忆 就会译起所有的一切 就算可以 这样的回忆也是有限的 只能回溯到个人的祖先 当然 弗拉丁米尔 当然只能回溯到个人的祖先 我细胞里的记忆 为我显示的只是我的 我个人的原祖的生活景象 说完 阿纳斯塔下跳起来 跑到湖边 小心翼翼地摸着湖水 然后转过头来 继续对我说 但是水知道 每个人过去的一切 它里面有所有人的信息 它知道 所有曾在宇宙中发生过的事 而它帮助我看到这一切 当我躺在湖水中央 我想 它正在跟我一块想着 搜寻着我要的场景 它甚至搜寻了 每一颗星球发生的事 因为它是如此无所不在 星星印在湖水 也印在我的眼里 这一刻 我们是一体的 这时 所有宇宙信息都向人敞开 因为这一刻 它感觉到自己是宇宙的小小一部分 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宇宙的小小一部分 宇宙会很开心 于是准备好替它服务 实现它心中的想望 听着阿纳斯塔夏这么有自信地说着宇宙 星星跟水的事 我心想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住在太家林里 不用处理我们这个技术治理的世界 会面临到的各种生活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它的宇宙观才这么特别 看它这么有自信地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我真不好意思向它提出质疑 于是我大声地说 阿纳斯塔夏 你像个研究学者分析人类的生活 那么 你的观察已经可以上述到多久以前了 还没有多久 只有九千年 你的还没有多久已经算很久了 你看到的东西有没有结论了 我以后会告诉你我的结论 弗拉迪米尔 或者我直接告诉你我看到的景象 让你跟其他人自己做出结论 让他们自己做结论 当然可以了 不过得先让大家相信你的话 譬如你对水的说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你说水可以储存讯息 跟对人的情绪做出反应 但证据在哪 证据我想你们当代的科学家已经有了 那就是我还没听说过了 我们对水的看法很简单 水就是水 占据人周围环境中的一小部分 是的 一小部分 这一小部分是活的 很少有人想到它是活的 即使水在你的体内占了一大部分 你仍要求证据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 让任何人都能体验活水的好处 弗拉迪米尔 你说吧 你和其他想体验水的疗愈力的人 先找出你们喝了最喜欢的天然泉水 然后带些泉水回家 分别倒进几个漂亮的瓶子 冷冻起来 每天晚上 按照一天所需的量 把水瓶拿出来放在桌上 下面最好垫一块绿色的布 睡前对水说些好话 或是对水产生温柔的意念 房间里不能太温暖 因为水是要留些冰块才好 如果全部融化了 就要加入另外冰制好的冰块 也很适合在你要喝的温水 热茶里加入一小块冰块 冰块融化时 对水怀有温柔的意念 跟它说出好话 把它当成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也可以滴入一滴雪松油 不管水量多少 这滴雪松油所带的讯息都会充满全部的水 而这滴讯息非常重要 睡前可以用手搓搓水瓶 对着水吐气 隔天醒来 对水道声早安 喝一点水 慢慢的 小口的喝 也可以用它来滋润脸部 若你身体有任何不适之处 水会开始替你治疗 且绝对药道病除 三天后你就会发觉身体有所好转 若是喝上99天 即使是重症也会离开你的身体 同样 你会注意到你脸上的肌肤明显变好了 若你希望身体变得更年轻 思考更迅速敏锐 除了喝水外 早中晚各服一匙雪松油 跟各种植物来源的蜂蜜与花粉 蜂蜜与花粉的量随你喜好 不过不要跟水混在一起 如果你这样做 三十天后 你的思考速度就会开始变快 身体也变得更年轻 阿纳斯塔夏 你说的这些的确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科学家和一般人都能亲自验证 不过你从哪里得知的 从祖先那里吗 从水里 阿纳斯塔夏说 并开心地笑着旋转起来 接着又认真地停下来补充一句 还有 从星星那里 第十五章 协助与养育你的孩子 我问阿纳斯塔夏 一块栽种作物的地 即便是用特殊方式栽种 与人有连接的地 如何有助于抚养小孩 我本来预计会听到 这能灌输孩子们对大自然的爱之类的答案 但我错了 它的理论简单 同时又具备哲学深度 令我讶异 大自然及宇宙意识 视每一个新生的人为君王 为国王 他像天使般纯洁与完美无瑕 头顶柔软的部分 仍打开接收庞大的宇宙信息流 每个新生儿与生俱来的本领 都能使他如神一般 成为宇宙最睿智的生命 只需很短的时间 便能为父母带来幸福与快乐 让他了解世界的本质及人存在的意义 只需要地球上九年的时间 而他在这段时间内所需要的一切 都已经存在了 只要父母不去扭曲世界原本真实自然的架构 不将孩子与宇宙最完美的造物相隔离 但是技术治理的世界 没有机会让父母们这样做 婴儿带着意识环顾四周的第一眼 看到了什么 天花板 床的边缘 几块布 墙壁 全是人工世界的特色与价值 由技术治理的社会营造出来的 而这样的世界里 有他的母亲 还有他母亲的乳房 大概吧 所以意思是这些都是必要的吧 他这样想着 然后带着笑容的父母会给他一些叮叮当当 咔哒咔哒哒响的玩具 好像把它们当成珍贵的东西 为什么 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去思索 他们为什么要叮叮当当 咔哒咔哒的 他将有意识 无意识地试着要理解他们 同样 这对带着笑容的父母 会用一些令他不舒服的布 把它包起来 他会试着挣脱 但没有办法 唯一能表示抗议的方法就是 哭 不满 求助 愤怒地哭泣 从那一刻起 天使 君主 变成了祈求赏赐的奴隶 一个又一个人工世界的东西 新玩具 新衣服 被当成奖赏送给小孩 让他觉得自己出来乍到的这个世界中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虽然他还小 但已是宇宙中最完美的生命 却被当成幼稚不完美的 就连你们所认为的教育机构 也都在向他倾受人工世界的好 直到九岁 才开始对他稍微提到大自然的存在 仿佛大自然是一种附属品 附属在最重要的人造之下 大多数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人无法体会到真理 生命的意义何在 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 却始终苦无答案 我是可以同意你 但现代人被迫生活在你说的那个技术治理的社会 先别谈这样的社会好或不好 总之 若照着你的建议 小孩被抚养长大后会了解自然 感受得到自然没错 但在其他方面他可要一窍不通了 还有像数学 物理 化学之类的学科 跟基本生活常识 社会伦理这类的东西 这些对于在正确时机认识到世界本质的人来说 都是小意思 若他想要 或认为有必要在某类学科中展现自己 那他的表现将轻而易举地超越其他不认识世界本质的人 这怎么说 人在技术治理的世界里发明出来的东西 没有一样是大自然没有的 即使最完善的人造设备 也只是一种孱弱的仿制品 仿自大自然中已存在的机制 好吧 就当作真是这样好了 你答应过 要告诉我在我们的条件下 怎么抚养和发展小孩的能力 请用我听得懂的方式 给点具体的例子吧 我尽量具体 安娜斯塔下回答 我已经模拟了这种情况 并试着暗示某个家庭去做 但是怎样都无法让他们抓着重点 并向小孩提出适当的问题 这对父母拥有一个十分纯洁 天赋异禀的小孩 他能为地球上的人带来很大的福祉 但是这对父母带着他们的三岁小孩 跟一堆他最爱的玩具到下屋去 让人造玩具优先取代了真实世界 啊 要是他们没有这样就好了 知道吗 比起一直碰那些人工产品 进行那样没有意义 甚至有害的行为 小孩其实会被其他更有趣的事物吸引 并全身贯注在里头的 首先请他来帮你 尤其要很认真的请他帮你 因为他真的会这么做 如果你在种东西 可以请他拿着种子 或请他挖洞 把种子放进土里 同时要告诉他你正在做什么 譬如 你可以这样说 我们把种子放进土里 再用土盖起来 太阳出来以后 土被晒得暖暖的 种子也会暖暖的 开始长大 然后他会因为想要看到太阳 从土里伸出绿色的幼苗 就像这个 这时指旁边的草给他看 如果幼苗喜欢太阳 就会越长越大 最后可能长成一棵大树 或是长成比较小的 比如说一朵花 我希望他帮我们 结出好吃的果实 那时你想吃也可以吃 幼苗会为你准备果实 每次你带小孩到园子里 或是他一早醒来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是跟他去看幼苗 长出来了没有 你们看到幼苗会很开心 若你在移植 而不是用种子栽种 也要向小孩解释 譬如你正在移植西红柿苗 让它一次拿一株给你 假如它不小心弄断了 把断掉的苗接过来 夹在手上说 这颗断掉了 我觉得它可能活不了 不能结出果实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它种下去看看吧 至少把一颗断掉的 跟其他完整的种在一起 几天后 你跟孩子再到苗圃去看 西红柿茎已经变得硬实 再把断掉枯萎的那颗指给它看 提醒它 那是在种植过程中断掉的 但不能用责备的口气 要用平等的态度跟它说话 你必须牢记在心 它在某些方面其实是超越你的 譬如 思想的纯洁 它是天使 若你了解这点 以后你很自然会这样对待孩子 而你的孩子 将真的成为令你幸福无比的人 当你要露宿在星空下 带着孩子一起 让他躺在你旁边 看着星空 不要说出你所知的星星名称 或他们的起源与作用 因为你不是真的了解他们 而你脑中的教条会使孩子远离真相 他的潜意识知道真相 且自然会浮到表意识来 你只能告诉他你喜欢看着闪烁的星星 问他最喜欢的是哪一颗 总之 善于向孩子提出问题十分重要 隔年 帮他准备专属的苗床 让他拥有完全的自由 在上面进行任何想做的事 绝对不要强迫他 或修改他做的 只能问他他想要什么 你可以跟他一起做 但只有问过他 在他的允许下才可以 当你种古物时 让他的小手为你撒种 好吧 我对阿纳斯塔夏半信半疑的说 这样小孩可能对植物世界发展出兴趣 进而成为农艺专家 但他要从哪学到其他领域的知识 你说从哪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做不只是在于让他知道 感觉到有什么在生长或如何生长 最主要的是让他思考 分析 使大脑细胞开始苏醒 这些苏醒的细胞将为他工作长达一生 使他比细胞处于尘世中的人更聪明及才华横溢 至于在你们所谓进步的各种生活领域 他都会有超群的表现 而他那比任何人都要纯洁的思想 将使他成为一个最快乐的人 他跟他的星星们接触 将使他不时接收 交换更多讯息 这些讯息从他的潜意识被吸收 然后被传送到表意识 成为他越来越多的新点子跟新发现的来源 表面上他是一个普通人 但里头这样的人 你们称之为天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